蓝望鸡的目光沉默地落在那封感谢信上 看模样并不觉得那是一封简单的感谢信 但他还是接了过去 魏无羡手里一空 用指腹轻轻刮了刮鼻子 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蓝望鸡的反应 蓝望鸡将方格式缓慢地摊开 映入眼眠的是一排排张牙舞爪的字 几乎很难辨识 这一看到不像是感谢信 反而像是一封挑衅信 见蓝望鸡始终一脸无动于衷 魏无羡的眼珠子转了转 认真起来 这可是我的墨宝 你可要好好收着 的确是挑衅信 蓝望鸡直言不讳地评价他的字太丑 于是他写了一张更难看的送给蓝望鸡 蓝望鸡的目光从方格纸上移开 轻轻落进魏无羡的模子里 像是一根柔软的羽毛落到湖面 知道了 蓝望鸡说道 然后魏无羡就看着蓝望鸡 小心翼翼地将方格式卷了起来 这个动作在魏无羡的意料之外 他预设的情况是 蓝望鸡被他乱七八糟的自己恶心到了 接着一脸冷漠的还到他手里 在魏无羡发愣的这一会功夫里 蓝望鸡已经把筷子递了过来 说道是吧运动会在一个星期后如期而至 清晨的阳光洒在宽阔的操场上 为即将到来的运动会增添了几分热烈与活力 操场上每一面旗帜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开幕仪式在八点钟举行 每个班级需要排成整齐的方阵 迈着整齐的步伐绕操场一周 路过主席台时停下脚步 进行班级刊幕表演 表演从高一年级开始 所以魏无羡排队时 就离主席台很近 他打着哈欠往主席台上看 清晨的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落下来 正好笼罩在两道熟悉的背影上 是蓝忘机和颜浅 两个人手里都有一叠指 看样子应该是在对台词 魏无羡悠哉悠哉的看了片刻 两个人挨得还挺近 魏无羡心思飘了一瞬 把舍插进校服外套的口袋里 目光一向别处 没过一会 就会哨声响起来 音响里响起一道甜美的女声 紧接着就是蓝忘机的声音 蓝忘机的声音的确好听 低沉清冷但又慷腔有力 十分适合做播报员 不过魏无羡此时此刻却不太想听 甚至还把耳朵捂起来捂了一会 蓝忘机站在主席台上 远远地看见这一幕 感到莫名其妙 同时又觉得有趣 他静静地看了一会 直到音乐声响起 魏无羡把手放下来 满脸不太高兴地跟着队伍往前 很快 魏无羡走到了主席台下面 蓝忘机的目光跟着移动了一段距离 落在魏无羡的脑袋上 魏无羡的头发很软 在风中乱晃 忽然 魏无羡复制心灵 抬头看向了他 蓝忘机目光微动 很轻地眨了一下眼睛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交错了片刻 四周的空气像是凝固住了 直到魏无羡旁边的女生 轻轻拽了一下他的衣服 魏无羡连忙收回目光 旁边的女生不知道说了句什么 蓝忘机看到魏无羡不大好意思地笑了笑 然后握住了女生的手 蓝忘机不动声色地捏紧了手里的稿子 这是他们班级的开幕表演 所有人手牵手围成两个大圈 欢快地跳了一小段的舞 旁边的评委似乎对这场表演十分满意 评价其中蕴含着团结 有爱的意义 而蓝忘机的目光 却紧紧盯着魏无羡的手 虽然知道只是为了表演节目而已 但他的心中却生出了一股浓烈的酸涩 蓝忘机的手心慢慢泛起了潮湿 蓝忘机 颜浅加大音量喊了一声 下一个班级到了 蓝忘机的思绪匆忙醒了过来 目光落在手中的稿子上 镇定自若地爆出了下一个班级的名字 颜浅看了蓝忘机一眼 面不改色的样子的确还真看不出来 刚刚出了很久的神 喊了好几声才应 开幕式表演结束后 是校领导的致辞 一个小时过去 比赛才真正开始 参赛选手们要求去排队领取号码牌 魏无羡看着远处长长的队伍 顿感心累 于是一屁股坐在了草坪上 聂怀桑健壮想要拉魏无羡起来 魏无羡摇了摇手 说道 顺便看一下我是几号 帮我拿一下呗 聂怀桑欣然前往 聂怀桑离开后 魏无羡顺势躺到草坪上一躺 眯起眼睛望向天空 视野中的色彩变得柔和而模糊 蓝天和白云交织在一起 云层被风吹得横缓横缓地晃动着 形成一幅流动的画卷 魏无羡有点犯困 心想这天气适合在草地上睡一觉 忽然 一道阴影挡去了他脸上的阳光 魏无羡感到纳闷 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偏移 映入眼眠的是一张冷冰冰的脸 逆着光 仿佛映在遥远的蓝天中 干什么啊 魏无羡有点不满 蓝战这么看着他是什么意思 你的 蓝望鸡说 魏无羡的目光落到蓝望鸡的手上 是块号码牌 魏无羡的内心轻轻泛起了一点波澜 还特意送过来给我啊 顺路 蓝望鸡淡淡地说 魏无羡仔细看了看蓝望鸡的神情 好吧 可能真是顺路 魏无羡略微有点遗憾地想 魏无羡曲起双腿 不紧不慢地伸出手 要去接 蓝望鸡却拿着号码牌没有要给的意思 魏无羡疑惑道 怎么了 蓝望鸡的目光 拧在魏无羡那只空荡荡的手上 微风轻盈地穿梭于魏无羡细长如玉的指尖 轻拂过那泛着淡粉色的掌心 沉默了一会 蓝望鸡忽然用另外一只手 轻轻握住了魏无羡的手 这个动作在魏无羡的意料之外 他有点纳闷地看了蓝望鸡一眼 正要开口 没想到蓝望鸡抢先一步 淡淡地开口说道 掀起来 我想再躺会 魏无羡维持着这个姿势 说道 蓝湛 你有没有躺下来看过蓝天 这个角度看 天有一阵很特别的感觉 你要不要试一下 说着 魏无羡拉紧蓝望鸡的手 往自己的方向轻轻拽了拽 蓝望鸡的手心是凉的 魏无羡的手心却是温热 体肤紧密相贴的瞬间 蓝望鸡感觉到 好像有一股暖流 在他的手心里流淌而过 我不想看 蓝望鸡拒绝道 虽然很想和魏无羡一块躺着 这件事的诱惑力很大 但也正是因为极具诱惑力 所以他不能这么干 魏无羡和蓝望鸡僵持了一会 最后妥协地站了起来 他无语地看着蓝望鸡 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该死的仪式感 一定要他站起来 才愿意把号码牌给他 我帮你戴上吧 蓝望鸡绕到魏无羡的背后 说道 魏无羡没想到蓝望鸡是想帮他戴上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反正他也不想自己戴 这个数字很好 蓝望鸡忽然说 好 魏无羡打去道 保证我能拿第一名的幸运数字 没有 蓝望鸡的动作稍稍致了致 短暂地沉默了一下 继续道 你的生日 这么巧啊 魏无羡微微睁大了眼睛 偏过头想要看一眼 蓝望鸡轻轻捏住他的后脖梗 说道 不要乱动 这么久还没戴好啊 魏无羡回过头去 笑里低下 蓝望鸡默默地接受了魏无羡的评价 此时聂怀桑从远处跑了过来 一边跑一边嚷嚷 魏哥 那儿没有你的号码牌啊 他跑进了 看见了魏无羡身后低着头一脸认真的人 话音戛然而止 魏无羡轻轻地耸了耸肩 指了指蓝望鸡 示意聂怀桑是蓝望鸡拿走了 聂怀桑一脸惊讶地点头 蓝望鸡终于带好了那只号码牌 这时 眼浅在不远处喊了一声蓝望鸡的名字 他真是头疼 运动会都开始了 也不知道蓝望鸡乱跑什么 蓝望鸡没有立刻理会眼浅 他看着魏无羡的眼睛 忽然轻声问了个问题 今年可以一起过生日吗 焦 星期谈 还能够换个问题 我今天会考验 最后 还能够